大家好 共产党最大的特点就是好话说尽 坏事作绝 这是一个人或者一个组织长期以来养成的深度的败坏 思想史上描述是什么呢 是伪善 人的第一大邪恶就是伪善 人最难以改变的错误也是伪善 伪善这个人这个事情从北京到纽约 从南极到北极 从总统到流氓 从读书人到文盲 从有神论到无神论 其实人人都是伪善之徒 人人都参与到伪善的对立之中 没有人是例外的 我想说什么呢 只有把伪善的问题认识清楚了 你我才能看清楚共产党到底是个什么货色 与此同时也才能看见人类的近况 认识自己 是不是我们说这个很多的基督徒啊 对人心是缺乏深度的体察与同情的 逼着自己做圣徒 但是自己呢又做不到 怎么办呢 中间的困顿与焦虑何其痛苦啊 信仰是一个过程 不是一蹴而就啊 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啊 结果就走向了伪善 假谋伪善 是吧 我的态度就是如果我做不到完全圣洁 如果我明显的感受到我自己的人心的 无可抑制的优暗性 那么我就必须诚实的面对人心的缺点 然后呢一起呢慢慢的去改进 所以某种意义上开放式修错应该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方法论 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完美之人 任何人都存在某个层面的错误 人的困境 人的认识呢就处在这种困境之中 这意味着三个方面的价值观成为一个重要的事实 其一呢是要绝对肯定每个人都有些内在的价值 这构成人的权利人的意义 第二呢是要绝对肯定每个人都是有限有罪 无知无理无耻的人 所以基于前两点 那么第三呢就是每一个人的意义 人生的意义 恰好就体现为一个开放式修错的过程意义 所以一个人鲜艳的判断自己是绝对的恶人 这是错误的 一个人鲜艳的判断自己是一个圣人 这也是大错而特错的 这意味着人的关于上恶的判断 对自己的认知应该是指向一个稳定的三一模型 第一上帝是终极的善 这是人判断上恶的基准前提和坐标系 第二 人基于上帝终极的善 然后判断自己是有限之善 第三 人基于上帝终极的善 判断自己的恶也是有限之恶 所以当三个维度的观念秩序构成一个三一模型 人类就得以判断上恶的方法论 就掌握了 所以我经常对自己说要有信心 要有信心 因为人类的恶事实上是有限的 无论人类怎样的作恶 都并不足以毁灭上帝的秩序 人类的恶的行为最终只能表现为 人类自己惩罚自己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能需要接受一个残酷的事实 长久来看 人类社会最大的错误就是主要表现为 总是认为自己是一个圣人 总是判断自己已经理解正义 总是判断自己是对的 总是相信自己可以修善 总是判断自己是君子 这种关于人的善的判断构成了人类社会最大的灾难 和普遍的灾难 遗憾的是 即使是一个传统的基督教社会里面 人们对自己的善和对正义的判断也是挥之不去 所有的人都会穷尽一切的努力 自己赋予自己正义的位置和善的立场 那么到底怎样才算是一个义人呢 圣经启示我们因信称义的原则 这让我们误以为只要我们成为基督徒 接受了上帝的拣选 我们就已经是义人了 然而只要我们深刻体察圣经的启示 我们会发现耶稣道成肉身的行为 存在一个终极的目标 这个目标呢 就是要解决人类必死的困境 呈现出人的复活的意义 那我的意思是说呢 当我们试图理解阴性称义的含义的话 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命体放在死亡的语境之中 因此合议的表述应该是 当我们死去 当我们接受上帝的审判 我们因为我们的信心得到了上帝的赦免 因此理所当然的成为一个义人 那么反过来说呢 当我们还活着的时候 当我们还没有进入死亡之门 我们并没有任何资格判断自己是一个义人 这个世界上最优美的人 仅仅是一个正在开放时纠错的罪人 所以我们的这个观念秩序 事实上应该是一个三一模型 不是观念适应事物 而是事物适应观念 这是康德的认识的新秩序 所有的优美都来自于信心的优美 当一个人失去信心 他就失去一切 那么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 最稀缺的观念秩序 就是对上帝终极之善的信心和理解 无论是思想的绝境 还是知识的细分 只有当我们的观念秩序 走向这个关于善恶判断的三一模型 我们思想和知识才会真正开始 只有理解了这一点 我们对自己的怀疑与批评 才真正走向方法论的领域 而不是一种空发的感叹 比如我们所熟悉的知识分子 总是会忽略教会的意义 甚至远离教会 这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特征 因为知识人以独立的个体思考 和怀疑精神作为知识的方法 他们必须与任何群体 保持某种必要的疏拟 但是与此同时 知识人却因此失去 教会自发的公共秩序训练 这是民主社会的最初的课堂 也失去人与人之间的怜悯与包容 失去生命中爱的能力 这就是理心至关之不可能的现象 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 上帝拼语言的力量 让对象成为事实 语言在前对象在后 知识分子是永远无法理解这一点的 中国的哲学家邓小芒认为 康德不相信上帝 援引上帝的话是为了说明人类理性的有限 问题是人的有限是基于上帝的无限 康德如果不相信上帝 他根本就提不出问题意识 所以上帝归上帝 人归人 康德把这个问题分开之后展开他的思考 但是中国人邓小芒先生却混沌了 想把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思考 结果导致他永远无法理解信仰的原初意义 和对人的心灵的第一推动力 圣经里的先知耶里密说 人死于刀剑比死于饥荒要好一些 因为人死于饥荒 并不是在一瞬间发生的 那是一个漫长的被折磨的过程 人因为缺少食物越来越销售 越来越恐慌 越来越失去人性的底线 那些看起来心思柔软的妇女们 会杀死自己的孩子 放在锅里去煮 亲生骨肉会变成自己的食物 这是比所得马成更恐怖的人生 所以我们必须要反思一个基本的问题 到底什么是思想家 到底什么是人 什么是人性 所谓思想家 就是指具有普遍性的和必然性的 鲜艳的知识体求 思想秩序的一类人 按照这个标准 人类历史上真正被称为思想家的人 是非常少的 经济学领域 或许只有亚当斯密一个人 其他人都是斯密的学人 中国思想史而言 孔子算半个思想家 他毕竟说出了 学而实习之这样的一句话 没错 人是一个学习的载体 永远都是 但孔子的学习 即使一个方法的论的提醒 也是一个方法论的诅咒 也就是说 如果东亚文化传统下的人 确定了稳定的 终极的学习对象 那么学而实习之 就是一个祝福 反之 如果我们所界定的学习对象 过于狭隘 过于片面 过于短视 我们一直以来 竟然一直奉行 一种愚蠢的自己 向自己学习的 可笑的习惯 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 相互学习的习惯 那么所谓的 学而实习之 就是一个伪善的诅咒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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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